这里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大家可能在这边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边叫做read.table 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用read.csv 因为我们之前面对的档案 它是在我们local的 所谓local就是说在我的电脑里面 我有给它一个某一个路径上面 我下载了一个csv档放在那边 然后csv档它的全名是这样 它叫做comma separated values 它是用comma是逗号 它就是告诉你说我这个档案 是用逗号来分隔资料的一个答案格式 所以它叫做csv 然后但是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会有 我们的档案它不一定会有 separator不一定是用那个逗号 你们知道就是有的是用tab键 有的是用空格键 有的是用分号 分号也蛮常见的 所以r里面的话 如果你想要处理非逗号分隔的这种档案的话 我们就会改用一个更适用于更广泛的 叫做read.table 那因为我们这一个档案的来源 它是一个.dat的一个格式 所以我们就用了read.table这样的方式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档案它存在的那个网址有没有 我们就把它读进来当作第一个参数 所以第一行的指令是这个意思 它说直接从UCI它这个repository读入资料集 所以你就不用去把它下载下来或者是说你不用去把它复制贴上然后整理成csv 然后第二行是这样子 第二行是告诉你说你这个table已经read的进来了嘛 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建一个我们所谓的linear model 那我们在r里面我们的linear model就是用lm这个function建立 lm这个function建立 然后它第一个参数要吃什么 第一个参数要吃formula这个参数 这个formula这个参数就是告诉你 你要把y跟x要放什么 把它写进去 所以你的 我们有说嘛 我们要 y要放 y就是我们的目标变数 我们要放dec 然后我们后面的指定的三个变数是什么 是frequency angle跟ch length 这个它内容是什么你可以不用去很care它没有关系 反正它就是一个物理学他们在测试的一个资料集 对 然后呢那你把这个lm fit底线1做出来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什么 接下来的话因为我们要比较的是什么 我们要比较是说我们在画出来这条趋势线 也就是这条回归线上面这一条线的预测点呢 跟我们原始资料那些点它中间距离的这些平方差的和嘛 然后再开更好 大家有记得 它是一个就叫rmse嘛 所以我们后面的话我们就是先把 先把我们原本要用的这个 用来预测这三个变数塞出来 塞出来之后我们把它抛进去我们的linear model 让它跑出来 它在线上每一点的资料是多少 所以这个将原始资料的三个变数筛选出 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把frequency angle还有ch lens这三栏都把它放进来 当作是我们这个model的input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一串资料 它就是这个趋势线上面的点 那趋势线上面这个点就是经由predict这个方式 去把这个预测出来的dec做出来 所以你在prediction这一块 你看有没有 你predict 你的new data就是我们刚刚筛选出来的这三个变数 这三个变数 然后你把它抛进去 你就会预测出你的dec 那接下来接下来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把预测的dec 跟真实的dec拿来做相减 然后把它平方 然后处理它 把它平均了之后 然后把它开个更好 就是我们的那个rms1的公式 那这边就已经已经帮大家写好了 然后你的rms1应该就会顺利的跑出来 跑出来之后我们就把它印出来 跑出来之后我们把它印出来 这边看一下它是多少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让大家 就是练习的部分是这样子的 就是刚只放了三个变数进去预测 所以接下来的话你就是 仿照我们刚刚这一个练习 仿照我们刚刚这个练习 然后把velocity跟thickness 这两个也放进来 再来预测一次dc 然后我们再算一次rms1 然后算一个新的rms2出来 然后我们把这两个的大小我们比较一下 看看它谁大谁小 这个练习主要是这样子 那我在这边的话我也不就 就不让大家在课堂上练习 因为这个应该是回家作业 但是我告诉大家说 如果你回家要自己练习 就是如果你上周还没有练习的话 你大概要改哪个地方 你要改的地方是这里 首先你要建立一个所谓的lm fit2 lm fit底线2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这个东西歪你还是放dc 但是你后面要多放 你要多放另外两个变数进来 你可以选择都用加号吧 你把freq angle ch lens 然后velocity跟 thickness一起加进去 就是五个 但其实你也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你就把我们的那个 这个叫什么 蚯蚓线后面用一个点 dot dot就是说 所有的变数都放进去的意思 你就用个dot把它改掉 那这样子它就是用五个变数 去预测这个dc 用五个变数预测dc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还有一个地方要改 还有一个地方要改是说 你要用来 你这个原始资料的三个变数 就不再是三个了 你要用原本的五个变数 去预测这个dc 所以你这边的话 就不会是1冒号3 你要把它改成1冒号5 1冒号3 它是一个 冒号这个东西在r里面 它是一个简单的缩写 就是你有记得 我们常常在按c什么 1 2 3 这样它会组成一个数列 这样子 然后你用1到3的话 1冒号3 它就会帮你把1 2 3 都把你把它就是做出来 这是一个简单的写法 你就不用写1 逗号2 逗号3 逗号4 逗号5 这样子 就1冒号5 它就会自动搞 知道说 你要1到5 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后面的东西就不用改了 后面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样 你就把你这个model 名称改一下 你要用lmfit2 来预测你的这个新的资料集 然后你再算一个rms12 这样子 原来上后面的东西就改一点参数就好了 改一点 也不是说改参数 就是改变数的名称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样子的解释的话 我相信大家应该就可以 完成我们上个礼拜 留给大家的一点小尾巴的作业 你就用这一段前置下去改 那你最后你可以用 把rms1跟rms12印出来 自己肉眼看一下 或者是你把这两个相减一下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那我们这边就不在课堂上面 让大家练习了 然后那我们在回归模型里面 我们另外有一个衡量这个模型的表现 就是rsquare 就是有统计背景的同学都知道 就是这个东西是说 你的这个y变数它有多少的变异 它的变异有多少的比例 可以被你x变数预称 那它公式基本上也是 就是长得像这样子 但是原则上我们不要让大家去 去记这个公式 因为我们有帮大家写好 帮大家写好 是说你不要用 你有没有办法不要用 套件提供给你的这些 帮你算好的物件 那你用它算式给你的 你用算式自己去把它算出来 你用算式自己去把它算出来 那我们接下来这个练习 就是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怎么样可以 自己算这个rsquare 然后以及就是 那当然我们也会教大家说 我们如果用summary之后 我们怎么样把rsquare这个值把它挑出来 那这就是下一张投影片讲的 下一张投影片讲的话 这边来说我们又要用一下 我们那个冰红茶店的例子 那这边的话 大家要先注意一下 我们要先把我们这两组资料集 把它读进来 就是说我们上面一点 可能前几页的投影片 我们是不是有我们的冰红茶的资料集 这里 就是你记得先帮我把这三行都读进来 先帮我把这三行读进来 因为我这个讲义它编排的时候 我上面建出来的物件 它后面就会自己可以继续使用 但因为我们今天课堂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从比较后面的投影片才开始讲 那它这几个物件还没有被建立起来 所以你不能直接run那张投影片上面的程式 所以你得先帮我把原始的资料 读进我们这个environment里面 帮我把这三行框起来 把它执行起来 这就是我们气温跟销量 还有我们把气温跟销量 结合成一个资料框的一个程式 那当你顺利的帮我把它做起来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你帮我run这些程式 这也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是说我们predict 我们用新做出来的 我们用我们的资料框 我们用我们这个资料框的第一栏 当作我们的新的这个资料框 当作我们新的这个资料框 我们刚刚是说什么 我们要用气温预测销量 所以第一栏会是我们的气温 第一栏会是我们的气温 那一样跟刚刚算RMSE也很像 你就要把它用这个模型 把它predict出来 不对你除了要帮我把那个 吃进去之外 你还要帮我把那个LMfit 这一个model帮我建出来 就是你还要再多run一段这个 你要多run一段这个 你要让我有一个LMfit的这一个model 这样才可以后面这边的投影片的程式 才可以继续的run 才可以继续的run 那计算R2这边的话 就公式已经帮大家写好了 公式已经帮大家写好了 所以你这个公式基本上就是这里 就是这里的公式 帮大家把这个就是算R2这个公式 有没有帮你写成在R里面的公式了 所以你就把应该要放进来的变数 把它依顺序放好 你就可以把这一个R2算出来 那第一个是说你自己算的话要怎么算 我们刚刚有说你除了可以去用 就是function本身帮你算出来的这R2之外 你还要会自己算 那后面这边这一段层次就是说 那如果是在summary自动帮你产生出来的结果 你要怎么去把这个R.square这个资料把它叫出来 因为你知道summary你如果按summary之后 然后lm fit你会发现它产出非常多的讯息给你 包括告诉你说拮据箱是多少 然后x变数的系数是多少 那以及它x系数它的p value是多少 等等的资料都会有 但如果你只想要有一个这个R2的这个结果呢 你就用一个前号R.square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就可以单单的把这一个R.square的结果把它选出来 那这里的范例是告诉你说 你不管是用自己算的 还是用这个model帮你 summary帮你采出来的 你会发现这两个值是一样的 值是一样的 未来你在算的时候 你当然就不用像我们现在这样子这么麻烦 你就是把还要就是回来看这个R.square的公式 然后把它就是扣在R里面 你就直接使用这一个summary里面的这个R.square这样子的一个 它帮你把这个值就抓出来了 你就可以用了 你就可以用了 那这个前号放在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特别的熟悉 就是你从资料框里面去选栏位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用前号在选 但是其实像summaryLM-FIT 这样子它产生出来的东西 它其实不是一个资料框 它多半可能是一个list 或者说它是一个物件 所以你会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前面那么强调说 我们要教大家说怎么样用中括号去选里面的元素 或者是怎么样用前号去选里面的元素 重点就是在这里 就是你常常用R里面内建出来的功能 帮你采出来的东西 你要再去里面选出一些 你只需要的某一些变数 你常常就会需要去判定说 它这个资料的格式是什么样的东西 那它选择的方法是什么 那通常不外乎是用前号去选 那或者是其他再简单一点的output 就是用中括号去选 这我们在之前就一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花了一点时间让大家练习 说我们怎么样从list 怎么样从beta frame 怎么样从vector里面去选东西出来 用意就是在这里 用意就是在这里 让大家就是知道说我们怎么样 在他产出的一大堆的这个资讯里面 把我们要的资讯就是拿出来 那这边的话 如果你顺利的run完了这一段的话 那你可以把这个r2的这个公式 你保留起来 你把r2的这个公式保留起来之后呢 后面也有一个练习 后面有一个练习 让大家就是在课堂上面做练习 一样我们继续使用这个RUCI这一个资料集 那你读进来的方法就用这里教的方法 这里教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你直接用 扣这一行去用 RUCI read.table 直接扣这一行去用 那你把它载进来之后呢 一样你就建一个lm出来 然后其实应该跟这一行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就说用这三个建 那用这三个建之后呢 那你算这个用我们的公式 你改它里面的变数 你把它改成就是 就是试用这个RUCI的公式 不要再用我们这个冰红茶的公式 你可能就要改这个 你就要改这边 然后你可能也要改这个 total这边的数字 那你把这一行跟这一行改完之后 这三行就不用改嘛 因为你看这三行它 RES some of square total什么的 它都是吃前面的例子 所以你就要改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边给大家练习一下 一样你就是自己算一下 反正我们这边公司帮你写好了 你就要把变数套进去用 然后另外来说你也可以 你可以偷懒 你就直接summary出来 看一下这个R square是多少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让大家就是练习一下 好 好 好 塑布 塑布 塑及隔 yapıyorsun 到古來 塑布 塑uber 放進 rib Vocês år 我們先放入 冷藏